风水达人演艺女士 应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之邀 在休斯顿巧教中心203会议室 畅谈了2020流年风水 会后红良冰会长 总会荣誉会长黎淑英 及美男分会理事团队 赠送了纪念品表达之意 当天演艺话题走到太岁面前时 随之而起的下一句无喜空有祸 他也以四两破千金的说法 轻易化解了与太岁可能造成的冲突 他并提醒未来破太岁 害太岁 行太岁牵涉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广 同时也提醒在场听众该如何面对 这一些所谓行太岁 就是属兔的人碰到属兔的人碰到属年 破太岁我们今年是属年 所以我用这个做例子 破太岁是属鸡的人碰到属年 害太岁是属羊的人碰到属年 十年之后 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在这边讲流年风水的话 可能你会看到这些所有的字都要缩小 为什么 要增加 因为又有人会增加 不仅是属兔 属鸡 属羊 属马 属属 属牛的也进来了 属龙的也进来了 大概是所有属相都会跟太岁发生各种不同的冲突 所以会要你去安太岁 实际上这三种是不要去管它的 如果你碰到你在网上看到 说我今年害太岁 行太岁 根本不要去看它 那比较麻烦的 也不是说比较麻烦 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冲太岁 一个值太岁 但是什么叫做值太岁呢 值太岁的意思是说 我今年看属属的碰到属年 那这叫做值太岁 我身上属属 我碰到属年 叫做值太岁 但是太岁不是凶神啊 你跟太岁碰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不但不是凶神 而且你想想看 太岁就在你身上 你坐在太岁身上你还怕什么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怕这个值太岁 因为古时候有一句话 太岁当头坐 无喜恐有祸 就说太岁坐在你头上 意思是你属属的人 碰到属年太岁就在你的头上坐 那就把这句话读错误解了 无喜恐有祸的意思是什么 你应该要有喜啊 如果你没有喜的话 那不是你的八字太烂 就是你的风水太烂 因此你没有喜 你大概会有祸 那我的朋友 我的演艺命理工作坊的学友们 每次碰到这个值太岁的时候来问我 我就说 你今天过生日吗 请我们大家吃蛋糕 我们都说恭喜恭喜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那你如果有任何喜事 当你有喜的时候就不会有祸 所以如果你碰到这个情况 你今年值太岁的话 你来打电话给演艺老师 演艺老师 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我请你吃饭 我就赶快去跟你说恭喜恭喜 你就没祸了 当然 当然请不要这样做 因为我大概都没有吃饭的时间 实在是有的时候非常忙 但是呢 你就常常想一些喜事 跟朋友来庆贺一下 当人家跟你说恭喜的时候 你就没有祸了 所以唯一唯一唯一再讲一次 你怕的是冲太岁 国君如果你当面顶他 也是受不了的 那你碰到冲太岁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